特朗普当地时间18日向记者证实 他最近讨论了购买格林兰岛的可能性 同一天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证实了媒体早些时候的报道 即特朗普曾私下与他的顾问讨论过购买格林兰岛的想法 对于特朗普计划买岛一事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18日做出回应直言荒谬 对于丹麦首相毫不客气地直接拒绝 特朗普19日夜里转发一张图片 并配文说 我发誓不会在格林兰岛盖特朗普大厦 继19日在推特上郑重承诺 不会在格林兰岛上盖房地产后 特朗普20日又发推文 对弗雷泽里克森的直接了当表示感谢 他还不无讽刺地说 这为美丹两国节省大量开支和精力 此外 特朗普原定于丹麦首相两周之内的会面 推迟到了另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